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PharonR User Group的護學 PharonR User Group是一群有喜歡資料科學 喜歡R語言的一群同好們成立的一個同好會 目前我們主要活動的一點是在台北 我們每個禮拜一會舉辦那個MLD End Master 各位朋友如果想要多認識我們一點的話 那你只要Google台灣跟R 台灣中文應該用英文可能會比較好 會更容易再聽一個出現 那就是我們社群 那我們的MLD End Master 每個禮拜一晚上會邀請來自各個領域的朋友來跟我們分享 不論是R語言的使用或者是其他資料的 只要是跟資料有關MLD End Master 而且你跟他們有關的故事 那我們都很歡迎各位兩者來我們的社群分享 那今天是很高興 就是很高興跟OSSF還有中興大學資訊社合作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來台中 台中這邊還跟大家分享推廣R語言 那這個R語言這個東西呢 這是一個小故事啊 就是我們台灣R就循環成立一年了 然後我跟我父母提到這件事情 他們就很開心 那我們就回去跟他們朋友說 欸我兒子他在弄一個J語言還是G語言 反正他們也看不清楚 然後就這樣呼嚕嚕嚕的開始跟他們朋友在那邊說著 對那我想就是因為R語言這個東西 這個好用的工具還是太少人知道 所以我們B社群就是努力的在推廣R語言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成立這個R語言應用講錯的一個目的 那今天很高興喔 我們社群有六位社群的朋友 願意來站上來分享他們對R的認識 R的使用 那分別是第一個是由那個由EC 他會跟我們介紹R的基本的知識 還有一些R怎麼去讀取啊 讀取資料之類的 然後第二個是Ban Ban他會跟大家講怎麼用R來做圖 因為當我們要分析資料的時候 我們需要看看資料 要怎麼樣看資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第三位亮亮會跟我們 好 跟我們分享一些R跟統計 就是怎麼用R來做一些統計分析的工具功能 然後第四位 Debbie會跟我們講 R在Social Network上面的一些 不只是R 他還會提到一些其他的工具 只要是Social Network上關的分析 他會被提到 然後再來是Philip 他會跟我們分享在R和古道上面的一些應用 然後最後是 然後他會跟我們分享 怎麼用R在網路上刷的資料 那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R與R用講座 那我們也請中興大學資訊社的社長 謝謝同學來跟我們講一點話 好 那我們先謝謝R社群跟4SSF的 他們願意來中興大學 然後我是你Sv2上來的 我剛才知道我上來 好 這是我的等式專頁 然後如果覺得今天工作不錯的話 我幫我按個讚 還有兩百多個 我希望各位的讚 然後 A 我 剛剛說到R不普及 可是我們大一的必修 記蓋在教R 對 然後很多人被打 所以他們超級討厭 所以 你們西上的小學 今天沒有來 他們真的 其實是教授問題 真的 很好用的錯 因為我害怕過了 有否可以請我們攝影台 開票 好 那來P4R 謝謝大家 好 那最後是我們 就是 哈囉 那大家好 我是OSSF的 REACH 那今天這次的活動就是 由我們跟R社群 還有中興大學 資訊系一起合作 那各位手上應該都 拿到進來的時候 桌上有那個小冊子 那那個冊子就是 有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介紹 那藍色那一本 桌上一定有 就是 藍色這一本是我們單位的介紹 那我們是就是 有這個 國科會 跟中研院的資創中心 所支出的一個單位 那我們單位的目的 希望能夠推廣台灣的open source 相關的一些 就是做一些推廣活動 做一些教學 然後我們自己有個open foundry 平台 各位有在報名的時候 應該都看到那個平台 那我相信就是你在報名的那瞬間 可能就會就把平台關掉了 但是還是可以上去看一看 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那另外呢 綠色這一本本子啊 它主要在講一些 跟自由軟體相關的一些知識 不管是哪一些軟體可以用 或哪些社群可以參與 因為我們都曉得說 今天一個自由軟體 如果沒有社群的話 那軟體是不可能去繼續發展 像台灣就是有這一群 R軟體的R類型的一個推動者 所以說呢 都會讓R越來越豐富 然後讓各界 比如說學術界展現 一些都多加的去使用它 所以這是自由軟體跟社群之間 一個很 就是這樣的一個 互動關係是很好的 那如果說 你要利用自由軟體 就是說 比如說在你的商業公司 或是做一些利用 它會不會有侵權的問題 呢 智慧安全問題 那這一本黃色的社會 就是讓大家知道 所有一些基礎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 因為自由軟體 不太管它是免費 而且是不用付任何責任的 所以說這一本測子 簡單說就是 會讓大家知道說 你要怎麼樣去取 用這一些 open source free software 取之誘導 那今天不是這樣的 專比講說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 這個內容 如果有興趣的話 因為我個人在 OSSF是負責的 這一個法律授權的部分 然後還有做一些 商業公司 跟學校的先推往 有興趣的可以再找我聯繫 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這個 今天的報名 就是說如果各位今天在這邊 是沒有報名的 沒有關係 就已經在外面 我們多的 就是在很多的欄位 可以簽到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影片呢 跟簡報 因為有 有光明者問我說 這個簡報 有沒有能付費去的 我說其實我們不用付費的 我們簡報就是用 創用CC Credit Commons的方式 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那我之後 會再跟這一些講師 收集簡報之後 會再開在這個頁面上 會有個簡報連結處 大家背後可以再去下載 那錄影的部分 今天也有 所以我們之後 會把它放在網路上 也就是一個open source open knowledge 的東西 那我們時間已經超過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先進去 交給來給你們的講師 謝謝 今天很感謝 這個中心指定師的 跟中心院的 YSS的人 提供我們 我們要講地 讓我們台南阿社群 我們來這邊跟各位推廣 和分寿司 那我是 這個講座的 第一位講師禮系 那 那 在討論 這個 講師的內容 我想先 討論一下 就是 這個Session 主要想要跟各位 傳達的是什麼 第一個 我就希望 能夠先 把我們的動機 建立起來 為什麼我們也需要 學程式設計 那學程式設計呢 到底R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成的設計呢 以及 到底R 為什麼是 我認為 在學習 成的設計裡面的 一個首選 然後來再進入到 我們的 具體的一個理界 那我希望就是說 我相信在這邊 應該有一些 是R的新手 那可能也有一些 是已經是R的 非常的老手 那我希望就是說 在我的這個具體理界裡面 能夠 就是 這些內容 能夠有一些 就是 就是對路門這裡有一些 出錢的 了解就是怎麼樣去玩R 那對於R的老手呢 可以就是看看 就是有一些 新的一些東西 可以讓你就是 繼續的 去延伸去玩R 好 然後我會討論 R的建制環境 那就是說 R在各個學科領域 能應用 然後以及就是說 R的 它有一個文書的 編輯的功能 還有就是說 R事實上 它也可以取代 去做同一天的簡報 那最後呢 我會進入到 我們就是 就是這個主要的講題 就是R的IO 那為什麼要學習程式語言 啊 還是被切掉 抱歉 可是 它還測都沒有問題 好 為什麼要學程式設計 在 前面大概有一個 code.org的 這個 網站 它就 有幾位名人去引言 就是說 為什麼要學程式設計 這邊幫我們引言一下 微軟創辦人 Bear 然後 最近 我們在NYXD 上市的 Twitter創辦人 Jack 還有就是 Drophouse創辦人 以及 那個 Facebook 創辦人 那當然這裡面 比較特別的是 NBA的明星 Charlis Charlis 在 他的這個影片裡面呢 首先 引用了一段話 就是 Steve Jack的 話 就是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要學程式設計 因為呢 他教導我們如何去做思維 做思維 那在 那個 我們 目前的 這個世代 就我們在現在的 講的 勉強的當中 事實上的資訊可能 呃 就是從 市面八方 穿越 我們的這個時空 那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 面向Beta的一個世代 那 稍後呢 我們的Daby 會跟各位去講解 就是說 如何去分析 Facebook的一些 巨量的一些資料 那當然我們希望 那個 那個Daby的領獎過後 不會造成 各位的一個 的一個困難 所以是為了 我今天 沒有帶我太太 來這個 講次的原因 我們如果 讓她知道 如何分析Facebook的 海量資料的話 可能會 會 會 以後就可以 過得這樣 好 那 那個 神設計 為什麼要學神設計 剛剛也提到的觀點 就是他教導我們如何思考 另外呢 就是他 在我們面臨到一個 海量資料的一個世代 我們 如果沒有用電腦 我們根本無從去 解析這些數據 那 但是我們要 讓電腦幫我們 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等著他的理念 所以就是 為什麼要學神設計 好 那 接下來呢 這個主題呢 我要跟大家爆發的是 就是說為什麼 R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覺得R 是一個神設計的 一個首選理念 那 R呢 在那個 這個投影片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R就是一個神設計 但是它是一個 偏向於統計分析 或是我們更延伸的來講 它是一個資料科學的 一個分析的一個理念 它帶著我們去面向資料 面向數據 而且是一個海量的數據 那我們可以去跟這些數據 去做互動 然後來呢 去詮釋它 去解析它 進一步呢 可以去做視覺化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視覺化的功能 那這個稍後 待會呢 我也就會跟各位報告 就是 只要去跟Data去做互動 還有就是 連家宜 他會去跟各位講解 如何用R去開發Spider 去 爬網路上的一些資料 然後進一步去做資料分析 那 那個 解析的部分呢 解析的部分 就是待會 我們的量不量 會跟各位做說明 就是如果用R去做資料分析 另外 Ben會跟各位去提 就是說 怎麼樣去 把你分析的數據 去做視覺化的呈現 好 那R呢 大家會問說 到底R為什麼叫做R 那事實上它是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的兩位 名詞所記由R的兩位教授 所創辦 他所開放出來的 所以 這也不明 它就是R的原因 它的起始原因 就是 這樣子來的 它的前身呢 是 ADMD的S language 那我想 介紹了R以後呢 我來要去 揮派 帶領 所以 我想還是先介紹一下 就是帶領的 那樣子的背景 我是中央大學 採管 的 博士 那樣子 那目前在大陸也進修一個 MS的一個學位 那在一些 各大大面校跟產業界 大概都有做一些服務 那不是重點 重點 其實 這一個網路的留言 就是說 到底HR 就是醫師院管理部門 跟神社技師 只能要看待一個 一個人的履歷 一個 一個寫程式人的履歷 中間是它的一些面向 那綠色的代表就是有加分 黃色代表是扣分 那 那個 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你問我博士學會 對於一個 就是 程式設計的高手而言 它是上市扣分 那 我進去有兩個學位 就顯然是扣兩分 這也是為什麼 我是第一個 在這邊 在這邊跟大家講解 因為我是裡面最遜的 待會呢 我們後續的一些 講次的一些內容 會 給各位一些 非常胖的一些收穫 那其實我真的要講的 事實上是我的程式設計的經驗 我非常小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程式設計 我們的第一台電腦 就是 麥晶塔 Mini Touch Apple 2 那個 角度是那個 非常火紅的那個 那 這是我歷來 就是 寫過的一些程式語言 那跟 S有關的 就是 R有關的 我把它標注射紅字 那這些程式設計的過程 我並不是說 就是 用一些圖形界面去 去 就是去拉 去跑的樣子 事實上大概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 我都可以就是 寫程式語言 然後就是按一個 Clicker 按Rub 它就會去跑出所有的數據解決 那這是幫中央鑑定的案子 它可以就是 用 這是用Euse去跑的一個 終結基礎模型 那 另外呢 就是我們幫產業界開發 像類似像這些 就是 使用界的利用的一些系統 那 我要講就是說 我在 程式設計的領域 雖然不是那麼的 高階 但是 我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說 其實還是蠻全面的 然後 總部非常多的語言 那 各式各樣的用途 比如說這樣 40分新 我們可能會選擇Manlet 如果你要做 做 網頁 我們用PHP 然後如果要做 Appination 可能會做Lintle 那如果做 肌量分新 可能會做Euse等等 那 我要強調就是說 呃 為什麼要推薦啊 因為我寫過非常多的程式語言 而且我認為 基本上我的 在每一個語言的一個 接觸的程度 都還算不錯了 所以我自己認為就是說 在我寫過的眾多語言當中 我論R是最棒的 那這有三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自己的觀點 因為它完全全是這裡 另外呢 它就是 尋求的使用者非常的眾多 非常眾多 那另外就是 它的應用領域非常的全面 這是大家我認為 我推薦R 我論R是最棒的一個三個原因 從R是福利的概念來看 福利是像在中文翻譯上面有兩種 我們解釋一個就是說它是自由的 好 所以R是採用那個 GNU的一個GPL 好 那 講樣譬如說 你可以去自由的去使用 然後去煙修 然後來重置 然後再去散播 所以它是自由的 第一個觀點 好 那另外呢 就是 它也可以這麼講 大家可能會比較在意 R事實上是年費的 R是年費的 R是年費的 那 過去呢 我看到網路上有一個笑話 這是十幾年前的 就是 我一定要買正版的一個笑話 那開到是就是說 我現在先借我一下這個軟體 等到我 用這個軟體賺了錢 後來 我下一版出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買正版 結果後來呢 它存過錢了以後呢 它準備要買正版 正版要出來以後 發現那個價錢就變得更貴了 因為功能越來越被卡化 所以呢 下一版就變更貴了 所以它存的錢又不夠 錢去買正版 所以就這樣一直二圈一圈 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使用了R 事實上 你其實就像有一個 那個 鳳子乞討的一個 金牌這樣子 事實上 它是一個FREE 好 那 從另外第二個觀點 就是它全球的使用者 非常的多 就是超過有200多萬的 使用者 遍布在全球各地 那這個從一個社群的觀點來看 就是說 當你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事實上就可以 透過網絡 然後可以跟一些 全世界的高手去做潛力 可以得到很好的回饋 回覆 這樣子 那 另外就是R的應用領域非常的全面 其實是最新的一個統計 那個 前幾天在R 布洛克裡面所散布的一個文章 統計到2013年10月 就是上個月底 目前R已經有超過5000多的套件 而且它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ENSO是它的版本 高速它的套件數 是持續的在測試 而且是呈現指數性的成長 所以它的應用領域非常的全面 稍後我們待會可以跟大家解說 就是說 你怎麼樣就你的學科領域 然後來去應用R的套件 那這邊是2013年大概3月的一篇報導 就是R從競賽的觀點來看 為什麼要選擇R 那這邊是就是說 在你參加一些城市的競賽 那這邊是一些 常見的看到的一些問題 你看到是R呢 它是 它是大家在參與那個 資料分析競賽的一個首選 它甚至比第二名 有名的或第三名的SARS 這些那邊的SARS 都來的 使用的多 因為呢 從許數的觀點 這是從那個 Google Star的那個統計 也就是說說 在那個 Google的那個 搜尋裡面呢 有去提到 的軟體 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R的成長是非常快速的 從它一開始的成立之初 它現在目前已經是 在那個 Google的搜尋裡面 事實上 學術的搜尋裡面 已經是最高的一個 這邊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搞不好 它的成長的狀態 也許可以去解釋 經濟的條件 可是剛好是 在2007年左右 金融風暴之後 它就迅速的 傳生 我不曉得這個 能夠觀點 因為它是福利人 好 那從資料的觀點 它用同樣 同中的那個 SARS 紅色的是SARS 那 R是那個 就是 呃 藍色的是R的那個 就是在 求職上面的一些 就是 他們的 有刊登 就是技術面要求的 那個 呃 呃 呃 就是他們在刊登 求職廣告裡面 會去提到 就是你需要怎樣的技術 那它這邊跟 就是SARS去做比較 這 黏度 你可以看到R的那個 對於 就是說你在 求職上面 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 那個 剛才那個 國將 中英資訊社長 國將提到就是說 可能為什麼計算機 該都會教R 我想 這其實也得到一些 有證 這樣子 來 從資源鏡的觀點 這邊是全球 呃 就是比較三大的 陳設計的一些 技術論壇 那我們可以看到 R相對於其他 像SARS啊 SPSS啊 Stata 你可以看到 他們在 這些技術論壇上面的一些 PO文的數目 是完全的 支配了另外 三個非常知名的 統計的軟體 好 那也 剛才提到 就是說 全球200多萬個 R的使用者 所以你可以在 呃 就是 使用R你可以得到 非常好的設計 的一個資源 好 講完了 就是 為什麼要學陳設計 然後 然後 R是一個陳設計的一個 首選之後呢 所以要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只要去 啊 換R 好 好 環境的建制啊 所以我們要 換R一定要去把它的 基本的 軟體 非常好 那如果你是一個新手的話 就是 盡量你要到那個 R Code這邊 去 去下載 它的核心 那 這邊就是有提供連結 你可以在這邊去看到 好 那另外呢 就是一般來講 它的那個核心 大概我們會看到它的界面 事實上非常陽春 所以 我們在玩R的時候 我們 我們會安裝R核心 但是不會用R核心的那個 界面去 去直接使用它 還有另外安裝 就是一些 一些 IDE的一些 軟體 好 那比較有名 這邊跟各位介紹的就是 Ascar Stimium 它有這個中頁版的 也有所謂的 Server版 好 但我們都會跟各位做一些 簡單的FAMO 另外呢 就是 RVCAP 這個是如果 大家也在 用Java開發的程式的話 它就是 ISCAP 就是 CREX 就是BASS的IDE 另外呢 有另外一個 就是 比較 算是商業版本的 那個 REVOLUTION R 它 就是 把R的核心呢 它 除了就是說 提供一個 更完善的一個界面之外呢 它也針對R核心的內容呢 它再去做強化 做一些 R-tination 所以它 那個REVOLUTION R 它所提供的那個 R的核心的版本 是經過最佳化的 你可以去 做更進階的一些 巨量的一些 數據的一些分析 它的 在記憶體的配置會比較好 那 這個 對於 學術單位的話 如果是 機構單位 它的使用 付費的話 年付費 它是最佳的 只有美金 那如果單一的那個學者 或者是學生 那基本上它是免費的 是免費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R-code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上面 就可以直接下 它是一個 多 多作業系統的版本 你可以在Linus 或者是Mac 或者是Windows 上面都可以去安裝它 好 那它的介面大概就長得像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 非常陽春 所以大家都不會用它 直接用它去做程式的範型 通常會搭配一個其他的 那個就是 就是 就是IDE 那我們比較推薦的 我個人比較推薦的 是 R-studio 這個介面 也會看到 跟剛才的 那個原生的那個IDE 就差得非常多 這樣子 那它提款非常豐富的功能 那待會呢 我可以引接 R-studio 就是說如果要去 去 撰寫他的IO 因為它有所謂的 server版 這個對於學校的一些 如果你自己有實驗室 或者是說 學校其實 希望能夠去建構一個 統計分析的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環境的話 希望你也可以考量 就是架設備版的 那 跟剛才的R-studio 的那個 桌面板的差異 其實就是 你可以用 那個 網頁的 瀏覽器 直接就可以登錄去使用它 好 那這個是 如果你喜歡寫照片 可以連身 就是 透過這個 Architect的 IDE去使用 那Revolutional 它的建議大概就是 這樣子 那剛才提到 它對於單一的學者 它事實上是 免費可以使用 那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 R-A的一個新手 那我們推薦 就是 剛才就是讓你知道 如果你在電腦上面 可以去安裝它 然後 大概有一個 就是你需要安裝 其他軟體 才可以去玩它 那進一部分 我們現在來討論的就是說 R到底 在我們的學科領域上面 有什麼樣子的應用 這邊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CR-AN 它 我們剛才有提到 R總共大概目前 已經超過5000多的套件 這事實上 就像是一個非常 漢海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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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資資庫 但是 你事實上並沒有一個地圖 去帶領你去 去找到 你可能 你要的東西 所以那個CR-AN 它就幫你做了一個 所謂的 任務的分組 這樣子 幫你把這些套件去 依據它的 使用的目的 去做分權 那另外呢 就是R-FROGE 它也有一個 就是 它已經有一定的 就是 已經 斷照一段時間的話 它可能 就會把你移到 所謂的 CR-AN 的TestView 那我們來看一下 CR-AN 的TestView 它 透過這個連結 到CR-AN 的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 TestView 它就 幫助大家 把那個 5000多的套件 做了分門別類 那 你可以看到 你的自己的 多一個領域的一個方向 然後去找到 你要的 比如說像我是 就是學Finance 然後我們 就點Finance 那它就會把 那個 就會有人去 專門去負責 然後把 協助把 這麼多的 浩瀚的 那個姿勢的 package 然後去把它分成 別類 然後做 做分類 以及做解釋 這樣子 那你就會看到 它就非常的 讓你可以很清楚 有一個導引 讓你就是說 知道 你可以用R 去做什麼樣子的內容 那安裝呢 它也提供了非常簡潔的 安裝的 指引 事實上就是這邊 你如果 那個 要安裝 比如說剛才Finance 的降溫套件 你事實上大概只要下 3-4個comment 就可以拿到 這樣子的效果 那稍後我會跟各位做解說 到最後那個技術 就是 實力操作的時候 所以你先 安裝所謂的CTB 就是剛才這個 的縮寫 CTB 安裝這個套件 以後呢 你把它抵進來 Library 把它抵進來 然後呢 在install 看你要哪一個 那個基礎 像我剛才如果 我是要安裝 我Finance的一些 相關的套件 我這邊就把你存在去 改成Finance 就可以一次把 所有可能 大概五六十個套件 就可以直接幫你安裝 幫你安裝 稍後我最後會 基礎裡面會 各式都給各位看 那RForge 是剛才提到 如果你要一些 前端的一些 就是 套件 那沒有在CRM裡面 你也可以到 所謂RForge裡面 去看看它裡面 提供了哪些 一些 比較前瞻性的一些 基礎性的套件 那它一樣有所謂的 分別類的一些功能 那這邊呢我先 就是 跟 可能有一些老手 去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 有一些新的一些 一些 一些R的一些 玩的一些方向 那也許 大家可能有知道 就是說 R 事實上可以KO掉 Word 那大概有跟大家 R可以去取代 你的 就是Word 跟Pow Home 那 那 大概 那晚經大概十幾多年來 大概會去提到一個概念 跟所謂的公開文件 或者說可從事的研究 這大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文件上面 你所撰寫的一些論文 或者是你的一些 基礎性的文件 事實上呢 它的文詞的論述 可以跟程式結合在一起 那像 不要問你 它本身就是有這樣子的功能 那如果像MANAP 它又有一個 Norbook的功能 可以去提供 大家可以在Word上面 去估教MANAP 然後做計算以後 把計算的結果 可以傳到Word裡面 那 R本身的事實上 也不具備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 R的輸出功能 它主要像Suite 就是R可以跟Optex 去做結合 然後 還有所謂的Neater 它就R跟一個 Mock-Om的 一種 一種 編輯的語法 可以去做結合 那另外 我還有一個電話 就是I-Fi上 Notebook I-Fi上 Notebook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R可以做什麼 它的門輸出也有功能 它的門輸出也有功能 這是R Studio的一個環境的介面 被切掉 所以 如果你要用R去 再寫一個文件 文稿 然後包含程式的 就是你的R的一個史作 事實上你只要有一些chunk 把它包住就可以了 把它包住 然後裡面呢 它就可以去 是執行R的程式語言 可以嗎 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打一些 就是文字 可以嗎 那 按一下Cutile 它就可以幫你去 編輯出一個PDF的文件 讓我來看一下 這像R是可以取代 那個 取代做的 對 這邊是 也會秀一些簡單的一些功能 另外呢 R也可以跟Mockdown去做結合 按一個鍵呢 類似的 它就可以幫你產生一個 技術性的文稿 幫他test的一些工具 另外剛才有第三個 像Python Lowbook 它可以載住一個套件 然後你就直接下一個 所謂的標記語法 然後就可以去執行 那個R的一個顯示 顯示的問題 沒辦法去比較具體 另外就是說它事實上 我直接就調到 就是說它事實上 也可以透過Python的 Nodebook 直接可以去 產生那個 做投影片 好像有點 顯示切掉 所以它事實上可以去 取代掉 各位的 那個Word 跟所謂的 那個 PowerPoint 我這邊也展現一下 它的投影片功能 在RStudio 0.98的 那個預覽版本 就是還沒有 還不是官方 那個 正式發布的 它有一個 預覽版本 你可以看到它事實上 也可以透過R RStudio 直接可以幫助各位去做 簡報的功能 這樣子 它直接你在做那個 程式設計的過程當中 你事實上也順便可以幫各位 把你的文稿 以及投影片 直接就產生那樣子 就是它的投影片的 展演功能 好 最後我想就是說 對一些比較老手來講 可以去做一些 我覺得 跟各位做分享的一些內容 好 它這邊非常多的一些禮法 你知道給一些 就是chunk 然後 定義它的起頭跟結尾 還有一些不同的規範 你知道符合這個規範 把你的Rcode 放在裡面 它就可以幫你把文稿 跟所謂的程式 聯合去做compiler 然後得到一個 最終的一個結果 那最後的結果 可能是一個PDM檔 可能是一個HTML檔 所以這個剛剛也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Python Notebook 它可以 它雖然是Python開發 它可以支援 就是說你可以跟R 去做普遍 那樣子 那R也可以做 所謂的投影片 簡報的功能 那我想來就是進入到最後一個內容 就是R怎麼樣去做IO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內容呢 主要是理界性的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是對R比較出錢 就是剛入門的人 我們會建議各位到HOLD SCHOOL這裡面 還有一個R的課程 會去跟你介紹就是R的一些基本的語法 還有就是它物件的型態 那怎麼樣去用R去玩實際這個資料 它有契合關卡 那我們這邊呢 沒辦法講這麼細 所以會引致各位來這個課程 那這樣我們就開始來講HOLD SCHOOL的部分 因為R的語法 基本上呢 我們待會兒會跟大家透過展演 去讓大家知道怎麼樣去讀檔 讀單一個檔案 另外呢 可能會就是讓大家了解 怎樣一次把所有的檔案讀進來 讀多個檔案 另外來呢 會跟大家報告就是 怎樣讀進來以後 你可能做的處理 會怎樣寫出檔案 然後來呢 你的可能會跑出一些圖形的結果 N粉把它存出來 我們做進階的運用 我們就來看IRO的實例 所以那 另外我們會跟大家講 就是如何讀本地的檔案 讀網路的檔案 還有就是怎樣去網頁上面去爬資料 然後來就是 另外它有一個最新的一個叫SHINee 你可以透過自己建構那個就是網頁 然後可以直接跟R去做活動 好 好 我想我們就直接來Demo 補過 這是R Studio介面喔 簡單的跟大家做的環境的簡介喔 這是一個就是說Squid的一個編輯的視窗 那這邊是他的那個就是 床內的一個視窗 那另外的這邊是一些 就是說他的一些變數 稍後生成的話 他會放在這裡 有一點緊在一起 然後這邊是他的物件的一個 就是說Library 還有就是說你的檔案 圖表畫出來 他會放置在這個 右下角這個視窗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隨意再去 配置這樣子的 Layout的那個 的部分 好 那我覺得常用到的那個 的comment 就是ctl ctl ctl 那這個部分呢 可以 你如果在那個 comment的視窗呢 打ctl 可以把一些雜訊清掉 那另外呢 待會在每一個嘗試碼的部分呢 如果在每一個行 在這裡 只要特命執行特出的 選取一個程式的區塊 按ctl enter 它可以幫你去執行那個命令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還是先簡單的介紹一些 基本的內容 那如果 你在學程式設計 你在寫程式語言 寫廢的話 那我們第一個可能會去想知道 我如果某一段呢 我想要把它註解掉 是註解語法式 那它單行註解的語法就是 緊字號 緊字號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綠色 就是說這一行呢 就是它把它當作是一個 註解的行 就不會去執行 那如果你要知道多行的 那個註解呢 剩下一個就是 椅子啦 那就是FORCE 就是不去執行這個區塊 那在大括號跟小括號 包夾的中間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多行註解 多行註解 那如果你要比較偷懶的話 也可以用所謂的 刺串的方式去把它加起來 比如在啟頭呢 你用那個 就是單椅套 或者是雙椅套 然後最後再把它加起來 中間呢 它也會變成是 是註解的方式 但它事實上是一個刺串 它並不是一個註解 所以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你可能要比較留意 如果說 你在你的原本程式裡面 就有用到答應它 它可能就會有一些出錯的狀況 那這是一個 通覽的方式 那基本上不建議使用 可能有時候 你可能會方便 會這樣做 那關於你如果使用它的Edge的套件 你可以下vibrary這個comment 去看看 就是說你目前呢 你的安裝R以後 有哪些套件 目前是已經被安裝進來了 去瞭解一下 就是目前的套件 安裝的有哪些 那另外呢 就是說你會用search 我去看一下 就是說目前所載入的套件 當我們在開啟R的時候 它並不會把所有你安裝的套件 一次全部都載進來 它通常就是說 會把核心的一些 就是Edge載進來 而已 那如果你有需要 國外的去 去使用某些套件的時候 你可能自己再用migroid的方式 去把它護照進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安裝套件呢 就是用install 跟Edge的這種函數 那你把套件的名稱呢 夾在單引號 或雙引號的裡面 都可以 所以它的那個 四川基本上就是用 單引號或雙引號 均可以去使用 那一般的shippinger 我會跟你建議就是說 建議你先用單引號 因為單引號 它可能就是說 在enter旁邊 就不用按兩個鍵 不用按shift 你只需要 enter旁邊 直接打一下就可以 然後如果有需要 再額外的話 再用雙引號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剛剛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如果你在特定的那個 知識領域的運用上面 你可能會到CR AN的testnew裡面呢 去 去 裝你可能 你學科領域上面 會用到的一些套件 那你就可以用到這個 就我們來看一下 你必須要先安裝ctv這個package 然後來安裝ctvpackage以後呢 你可以去 看你的技術領域是哪些 比如說 如果你要用到的是 某一個 他幫你做 綜合分群的 那個名稱打進去 他就可以去安裝 你的那個特定 學科領域的 所有套件都幫你裝進來 但是因為 他裝的時間會翻比較久 所以我這邊只是 純粹 秀這個程式嘛 我就不去執行 那關於這個 基本的操作 還是跟大家做一些報告 比如說 我們只要去複植 一個變數 怎麼樣去指派指進來 他有幾個語法 就是用箭口的方式 這個叫gaps的一個語法 用小魚跟那個減號去組成 也就是說把0.12345把它傳給A 另外呢他也可以用本號的方式去 就是比較一般我們這些語言 用本號的方式去複植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用寫成這樣子的形式 就是把0.12345傳給A 概念上這些語法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第三種做法是比較不建議 那第一種做法呢 跟第二種做法 這是比較傳統他的做法 那第二種做法呢 是後來有些人在比較推廣 因為他比較自然 但是他有一些差異 就是小魚等於是雖然他原設的做法 等於是他後來遲緣的做法 那這兩個在如果你的程式上面 可能需要去做那個CPU的時間的計算的話 那基本上下面那個等號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他可能就不會去計算到 就是說你如果是用等號去複植的話 他可能在CPU的計算上面 他會做顧慮 這是目前我所了解的一個 一個複植的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 那當我們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我們會把一些變數 你剛打了一些傳的就是 做了一些變數的時候 你會開始這邊的視窗裡面 會去說你目前的變數有哪些 那他的型態是什麼 然後佔用的空間大概是多少 那你一般來講我們會想說 我會每次執行外一個段落的時候 我可能前面的東西 我可能想要把它清掉 你可以下這個comment 那另外呢 你可能會想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在位元的顯示上面 我希望看的比較 比較那個就是精簡 我希望把那個顯示位數 拉的太長 預設是有秀到小數以後的氣位 那這邊你可以自己去更改 他的那個顯示的環境 比如說我現在這邊 零點一二三四 那這邊就會顯示就是零點一二三 零點一二三 好這些是一些比較基礎的 那我想就是說 因為這邊可能有一些是 R的一些新手 所以大概透過這個script 跟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了解 那另外就是說 一些工作路徑 我們在run一些程式 可能希望把我們的路徑 切換到所謂的相對的路徑 所以你可以先看看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 目前的工作路徑 是在哪一個區塊的 那它就會顯示就是說 欸 你目前的工作路徑 是在哪一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透過 好 可以透過那個 就是 好 那我想先 因為剛剛有點 佔用到一些時間 那個 我看一下我直接講重點 好了 來 來 我們可以用 Reed Table 這個Function 去把檔案叫進來 可以嗎 然後來呢 它也可以幫助各位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 有一些語法 去了解一下 就是變數的一些形態 變數的形態 你可以下所謂的sdr 去瞭解就是說 這個 你剛才叫進來的資料 它是 哪有哪些變數 然後呢 它的 形態是什麼 以及它的資料的一些 盡量的內容 讓你去了解 就是這些資料的 狀態 這樣子 好 那也可以 就是說讓你去取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MyData裡面呢 它事實上 這個 我們剛才一步叫進來 它事實上就有非常多的 變數 那怎麼樣去把這個變數呢 去取用出來呢 你可以用這三種語法 這剛才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MyData的第一個 Field 這個欄位叫出來 那你也可以用舉證的方式去把它取出來 就是說 這邊代表 動點前面就是補到所有的Leave 然後第一欄 那你也可以就是說 如果變數它 有欄位的名稱 你也可以用前號去把它夾出來 那就是說 你如果資料載進來以後 你要取用某一個欄位的資料 你可以透過這三種方式 去 仔集合 去把它取出來 好 那 那個 如果你要用Excel 讀的是Excel的話 你可以用所謂的 3的XLS的這個套件 XX這個套件呢 去讀Excel檔 那這邊我想就留給各位 到時候程式碼 我們會把它share出來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測試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好 看他有沒有什麼 我看我這程式碼應該都可以run 所以 我想各位可以 因為時間的限制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玩一下 如果有問題 也可以跟我們社群這邊做一些聯繫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選擬的部分 你也可以透過那個 就是自己去設計 那個 介面 然後讓那個 你的一些程式碼 可以跟使用者做互動 好 那這邊是 待會我們的那個 Band 會跟各位去理解這個部分 簡單的看一下 這樣就好 比如 要講就是說 R 事實上是可以 幾乎我認為是無所不能 它可以做到非常多的 內容 包含到非常前衛性 或簡單的一些 統計的資料處理 甚至到 所謂的一些 程式系統的開發 在飛股呢 會跟大家介紹 就是說 怎樣用R 去那個 建構一個 程式交易的 那個交易系統 線上的交易系統 所以呢 這邊就是說 R呢 變成一個 Beta的世代 我們需要一個 好的語言 幫助我們去解析資料 那我想R 是在這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首選 不知道這邊R 有什麼問題 而且因為這個 顯示的問題 原本那個步調有點 有點跳碰 跳碰 請坐 我剛才看到你有其中一個 分別是講說 競賽的首選 是 R語言 是 那 它的競賽的定義是什麼 是指資料分析的 使用的語言 是 那是屬於資料分析的競賽 所以是純粹資料分析 是 那大家對於剛才的提到面 就是有些 可能跳跳的地方 他沒有興趣 可以提出來 大家做討論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 我們剛才跳動跳得太快 有些像拖椅鍵 轉不過來這樣子 大家都跑得很順啊 看到的畫面都會看到 我們開一樣 對於R語言 有什麼 特別想要去做討論 或是說你R被弄不掉 怎麼樣 要把R學好 可以那個Shining 在這邊再多講一下 待會我們的Pay的部分 會 會 就是實際跟你解說 就是說 怎麼樣子去 用Shining 去開發一個 網頁的介面 然後去跟R做溝通 所以這邊其實 剛才我那邊只是 做一個引子 吸引大家的興趣 這樣子 那待會Pay的部分 會做更細緻的解說 這樣子 然後這個最新的一個 一個介面 請問一下那個R跟Python之間 就是像Python 它有一些跟Python 有些相關的 是 那這兩個 我是說 在比較上 就您說 它的差別 還是說 它們其實可以互相配合得很好 就是說從Python裡面 去使用R這個語言 然後或者是說 跟它使用SightPy 來多一些 可以 或是說 可以多一些 多一點的Information 對 我想這個部分 待會我們會留 可以做問題 給我們的那個 那個 我們的 嚴家裡 來跟你報告 這樣子 因為它 它有加入另外一個社群 叫Python Ladies 就是 就是 它的Python Python這樣好 R這樣好 以外的Python這樣好 等於它可以透過它的經驗 再跟你報告一下 就是說 那這兩個其實 在使用上面 如何去取繩 或者是兩個 針監怎樣 這樣子 請問就是說 如果你在用R 寫Summulation的時候 常常都會 跑比較慢 那你剛才有提到說 用Revolution 它可以做巨量的 分析 那如果 我今天要做一個 Summulation的時候 我如何 用R 然後可以簡化 我的實踐 那我想你的問題 待會我們的團長 團長之一的 不許可以回答你 他是 用R跟C++ 聯合 compiler 的一個高層 所以 可要取決就是 你模擬的過程當中 你遇到的問題 是哪裡卡住的 好 那如果說那個部分 的確是在R 它本身的一些 配件 函數裡面 沒辦法提升的話 那通常你可能就是 必須要取用另外一種語言 來協助你 完成那一部分的工作 然後就是說 做聯合聯繫這樣子 那也許 待會不許可以 跟我們做 做更一點的分享 這樣子 好 我想時間上面 變成的音質 待會兒都拍音質 就是大家能夠 自己下位置 謝謝各位